美国北加州的台湾工商会为了提供当地的台商朋友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管道 会长苏惠珍表示这一整年呢因为有了湾区侨胞们以及侨委会的帮忙 使得每一次的活动都能够相当的成功 同时他也预告了明年的3月9号有新春的晚会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参加 今年呢在湾区呢举办了不少的活动 从6月份啊有主旗的演讲 那7月份我们参加了华运也举办了我们的第二代有才艺的比赛 那在8月份我们协助了侨委会举办了工商研习班 那这个研习班呢我们请到了湾区从Google公司前过来的主讲者 还有我们外贸处的李主任 还有李如秋还有我们的前会长王思美 还有我们的会员妙千景 那他来为我们主讲 在中间的时候我们还请了Apple 来讲我们iPad iPhone呢在公司的时候怎么可以运用来帮助 那我们在8 9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还举办了工商展 那也感谢湾区的朋友都来参加 那9月底呢我们也去参加我们台湾的国庆 还有侨委会举办的一些活动 也参加了北美的世界会议 接下来3月9号我们有新春晚会 欢迎大家来参加 谢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